这是一个拥有魔法的世界 七名魔法师召唤七名从者相互战斗 当决出获胜者之时 圣碑就会出现 实现魔法师和从者的任何愿望 侍郎是个只会简单同调魔法的高中生 对圣碑的事情根本毫不知情 教他魔法的养父 卫功妾丝 什么都没交代就离世了 直到这天 在学校亲自目睹了两名从者战斗的画面 侍郎也被迫卷入了这场圣碑的战争 当侍郎无意中在仓库里召唤出了C版 第五次圣碑大战正式拉开序幕 第五次圣碑大战却有着三种不同的结果 而天之碑三部曲讲的就是HF线的故事 不同于FIT线侍郎与亚瑟王C版 UBW线侍郎与红A HF线讲述的则是侍郎和剑童鹰的故事 今天这个视频就着重讲讲HF线的故事 我们就先以侍郎的视角把故事简单捋一遍 起初是十年前的第四次圣碑大战 因为最后卫公切丝命令C版摧毁圣碑 才引发的后面一系列的反应 在养父切丝的影响下 侍郎立志作为正义的伙伴 虽是无意中卷入的圣碑战争 但当阎峰奇里告诉侍郎 十年前发生的东牧市的重大事故 就是圣碑战争造成的恶果 侍郎一改之前无所谓的态度 决心作为御主战斗 就是怕当年的悲剧再次发生 而遭遇的第一战正是伊利亚的巴萨卡 这场战斗原本属于从者之间的战斗 但因为C版之前的战斗受伤 导致不是巴萨卡的对手 侍郎为保护C版竟无脑冲了上去 其结果当然是重伤垂死 但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睡醒一觉的侍郎竟然玩好如初 只要多亏养父切丝把圣物阿瓦龙埋进他体内 这也是为什么侍郎即使什么都没有 依然能召唤出C版的原因 第一次见这么奋不顾身的狱主 倒是吓退了小萝莉伊利亚 而因为最近东牧师老是出现死亡事件 所以晚上侍郎会带着C版出门捉拿凶手 这里又遭遇了一个狱主 那就是侍郎的同学剑童圣二 可是他的从者Rider有些过于弱 被C版一只手就虐了 这一下子伤到了圣二的自尊心 甚至变态的惩罚自己的从者 这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反派出现了 也就是剑童圣二的爷爷 他一出现就剥夺了圣二作为狱主的权利 毕竟同学一场 侍郎并没有对圣二下杀手 而经过这几场战斗下来 侍郎和C版建立了坚实的信任 之后C版就住进了侍郎的家里 而在此之前 作为女主的剑童鹰也住进了侍郎家 原因是鹰经常来侍郎家做客 一来二回两人就熟识了 其实鹰这么主动接近侍郎是有目的的 鹰受剑童赃燕的命令监视侍郎 但他的内心非常的纠结 其表现就是做事魂不守舍 一看内心就藏着心事 圣碑战争依然在继续 而且在从者左左慕小侧郎这里发生了偏差 剑童赃燕利用圣碑系统的后门 把左左慕小侧郎的身体作为媒介 从其副枪中召唤出了真Assassin 并且紧接着干掉了老师和他的魔女从者 其实Assassin并不是很强 尤其是作为暗杀者 正面交锋的能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 这不晚上就被从者Lancer追着打 两人站下拉得非常长 一路从城市打进了郊外 可是Assassin见住神秘黑影 竟反杀了Lancer 之后赃燕加快了步伐 主动找上侍郎 原因就是他操纵了caster 想要用能斩断任何魔法的Rubreaker 因Caba一把 好在红A级时出手才阻止悲剧的发生 而这时神秘的黑影又出现了 一来就吞噬掉了caster的尸体 事情败露 赃燕只能逃离 侍郎意识到 赃燕不死 死亡就不会消失 所以带着Caba主动出击 但Caba被Assassin牵制 侍郎又不是赃燕的对手 而且这个时候 神秘黑影又出现了 黑影释放的攻击 让Caba毫无反抗之力 就这样Caba被黑影拖进了体内 就此消失 但让人意想不到 从者Rider竟然来救侍郎了 而且一改之前的孱弱 竟然吊打个Sassin 没了从者的侍郎 本应该失去了圣杯战争的资格 至少鹰是这么想的 但是却低估了侍郎的正义之心 一日不究出东木式的杀人魔 誓不罢休 而这时鹰的哥哥 也就是神二又跳出来 妖邪鹰欺负没有了Caba的侍郎 其结果却是Rider故意放水 慎二被侍郎狠狠教训了 后来揭示了Rider的真正御主 是鹰才对 慎二一只不过是个幌子 漂亮小丑罢了 虽诚事不足 却败事有余 逃跑之前 还故意诱发了鹰体内的刻印虫 导致了魔力暴走 后来送到了神父 阎峰奇里纳救治 侍郎才得知 鹰的体内早已千疮百孔 唯有圣碑才能救他 刻印虫は一度喰い付けば 体の隅々まで浸透し ひたすらに精を貪り尽くす 肌をその粘液で刺し 濡らし 快楽中枢を高揚 崩壊させることで上を満たす 結果 この虫どもにたかられた女は 心と体 その二つを完全に侵犯され 破壊される マトウサクラもまた 这里也揭示了 鹰是圆满领亲妹妹的秘密 而这时鹰悄悄离开了教堂 自以为欺骗了侍郎的她 已经无脸再住进侍郎家 可侍郎却根本不在乎 也就是这里 两人的感情得到了升华 晚上 侍郎猜想到 葬燕可能会去算计伊莉亚 果然让她猜中了 但同伊莉亚的巴萨卡战斗的 不是个Saisen 而是从黑影体内出来的黑C把 这场战斗可谓是非常的惨烈了 虽然巴萨卡非常的强 可面对开挂的黑C把 也只能隐恨 最后也被黑影吞噬 之后黑影暴走 产生了巨大的能量冲击 就连红A的智天赋七重圆环 也没有完全防止 红A为了救侍郎 主动牺牲自己 把左臂换给了侍郎 而这条左臂看似救了侍郎 其实也是个定时炸弹 如果解开封印 Arch的魔法回路会崩坏侍郎的身体 就在侍郎努力恢复身体的时候 外界已经乱套了 神秘黑影到处吞噬杀人 其实这个黑影不是别人 正是鹰 就连一向高傲的英雄王也难逃一死 而相处这么久 侍郎也终于发现 鹰有着不闻人知的黑暗面 后来一直在作死边缘徘徊的神二 想再次侮辱鹰 却不知鹰心中早已抓满了侍郎 失手杀死了哥哥善儿 这一下本就精神处于崩溃边缘的鹰 彻底黑化了 等侍郎赶到的时候 为时已晚 黑鹰十里惊人 一招就打败了林 就在大家无计可失时 阿姐又来救场了 可惜却被黑C把刺穿身体奄奄一息 最后还是身为白圣碑的伊莉雅 主动给黑鹰走 才化解了此次危机 侍郎可不服气 是要把伊莉雅救回来 现在他只能找到教堂的 严峰祈礼合作 顺便把领送去医治 救回伊莉雅的过程 当然不会这么顺利 黑化的巴萨卡出现阻挠 旁边还有讨人烟的 塞森虎士丹丹 虽然有严峰祈礼来挡住了塞森 但侍郎需要独自面对 黑化的巴萨卡 没办法 只能启用封印的左臂了 侍郎投影出射杀百头 竟直接秒杀了巴萨卡 严峰祈礼那边也很给力 竟用圣言直接净化了脏眼 但源头黑鹰还没有解决 伊莉雅告诉侍郎和李 黑鹰就是黑圣碑 如果他继续发展下去 就会复活反英雄阿温者 这是一个集合天下 所有恶为一身的英雄 如果他复活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必须阻止黑鹰 但阻止黑鹰还必须需要一件 传输中的圣物宝石剑 靠着侍郎无限复制的bug能力 竟直接投影复制了一把 于是侍郎 李以及Rider一起前去阻止黑鹰 可半路上却有黑C把拦路 只放走李去找黑鹰 留下侍郎和Rider 火力全开的两人一起面对黑C把 之后拼着重伤的Rider 侍郎刺死了黑C把 而李这边靠着宝石剑的威力 黑鹰的魔法再也没那么犀利 只是在最后时刻 李没法对自己的亲妹妹下手 自己反而倒了下去 后面赶来的侍郎投影出了Rubreaker 切断了鹰与安格拉曼纽的契约 接下来只要再摧毁黑圣杯 就能阻止Avenger的降临 可这时候 阎峰祈礼却突然出现 他竟有着非要复活Avenger的变态想法 此刻身体已经出现崩坏现象的 侍郎只能继续战斗 在击败了阎峰祈礼后 侍郎终于站到了黑圣杯的前面 最后的最后 穿着神装的伊莉亚出现了 他把侍郎劝回去后 最终牺牲自己阻止了黑圣杯 虽然过程很惨烈 但HF线绝对是最好的结局 天之碑三部曲长达六个小时 中间有着大量的细节 这里我就不一一赘述了 之后咱们拿剧中的几个人物为代表 再深入聊聊天之碑三部曲 首先说明 HF线是小米我Fate三线中最喜欢的一条 这里不同于成为英灵的红A 侍郎是真的有血有肉的人类 剧中 当他得知鹰的真面目后 内心是非常挣扎的 他拿着匕首站在鹰旁边的时候 刺下去就能结束杀戮 可他就是无法下手 正是侍郎神性向人性的转变 所以最后伊莉亚出现的时候 侍郎才会有这样的表现 在身边的最后时刻 侍郎命的懦弱甚至有些贪生怕死 可这不正是普通人该有的样子吗 只是当侍郎亲手刺刺黑C版的时候 真的让人心碎啊 而作为女主的鹰 好似并没有那么讨喜 但一个人的性格养成 与他的成长环境密不可分 鹰原本是李的亲妹妹 至于为什么两姐妹发色不同 那是因魔术调整 头发和瞳孔才改变了颜色 可是鹰却被送到拥有魔术回路的 剑童家作养子 说是当作剑童的继承人来培养 可剑童脏业根本不是培养继承人 而是养傀儡 我们可以想象 一个女孩自幼被亲生父母抛弃 而进入到了剑童家后 更是活在地狱般 身体的每一处都充斥着虫子 鹰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了11年 可以说 即使没有黑圣杯的影响 它也有一万个黑化的理由 但鹰却表现出来的性格 除了对姐姐林有些嫡妒外 给人的感觉却是温柔善良 沉静谨慎 老实 有些自卑 在黑化前 自己还用另咒要求Rider 不论如何也要保护侍郎 这样的鹰怎么让人恨得起来呢 作为亲姐姐的李 看到剑童家的重学时被惊到了 所以最后他原本有杀死黑鹰的机会 但同样善良的李 却根本没舍得出手 他觉得是鹰带自己受的那些委屈 作为姐姐不能保护妹妹 哪还能再伤害呢 说完好人 咱们再聊聊剧中的反派 最大的反派当属剑童赃艳了 剧中甚二称他为爷爷 其实他是六代之前的剑童家初代家主 活了五百年的大魔术师 为了活得更久 才舍弃了本来的肉体 操纵魔术性质的虫子 来组成暂时的肉体 身体跟妖怪无异 不喜欢阳光 平时都躲在阴暗的地方 有点类似西方的吸血鬼 可就是这样的人 却是圣杯的三名地造者之一 这个蓝发帅哥马里奇 就是年轻时的剑童赃艳 当时他一心想成为正义的伙伴 期望根除废绝一切的恶 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却败给了时间 为获得真正的不老不死 反而成了执念的集合体 表面上被阎峰奇里 用洗礼涌畅消灭 可实际上 作为本体的刻印虫 藏在鹰的心脏上 本想最后时刻占领黑鹰 却被黑鹰挖出来捏死 不过赃艳仍旧苟言残蠢 直到故事结尾遇到了身穿天之服的伊利亚 被伊利亚问到逃避死亡的理由 这才想起已经遗忘了的人生理想 最终舍弃执念甘愿赴死 而纵观全局 只有阎峰奇里这个角色才是真正的恶 为达目的不惜一切 就连唯一爱过的女人在她面前自杀的时候 她脑中的想法也是 要是她亲自动手就好了的变态想法 为了让额温者降临 阎峰奇里不惜牺牲自己 遗留的全部残余令州来救治英 最后时刻 未阻止卫攻侍郎破坏圣碑 与同样处于死亡边缘的侍郎进行最后对决 中医先一步生命耗尽而死去 而其他角色就不再一一描述 稍微吐槽一点关于伊利亚的 或许是因为戏份比较少 会显得伊利亚对侍郎的示好有些突兀 但整体来说 天之杯三部曲还是非常不错的 尤其是黑C版和巴萨卡 以及黑C版和Rider的两场战斗 让人看得热血沸腾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可以在视频下面留言 可以一起讨论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爱讲故事的小米 咱们下期再见